好 毕业季节带您到台中的冯甲大学来看看 非常特别 花钱请了热气球厂商 想让所有的毕业生合影留念 但是没想到天空不作美 这热气球怎么样都立不起来 还有人也是印象蛮深刻的 直接在典礼上头来求婚 五彩缤纷的热气球正在冲击 有学校花了十万元 请来热气球厂商要让毕业生留下难忘回忆 只不过失了十一次 天空不作美 风太大 热气球怎样都立不起来 只好请热气球厂商将使用加压过的火焰 同学们听听声音 果果感应 听超习是十二点 然后现在看到美森就觉得有失望 我感觉就是轰轰轰 很不一样 老天爷不赏脸 学生们照样玩得很开心 学校别出心裁 虽然没有如愿以长 但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毕业了 同样是毕业典礼 只不过这间学校典礼上竟然上演了求婚季 男主角单膝跪地申请款款的求婚 一旁的老师同学全都嗨翻了 女同学哭红了双眼 连妆都花了 男朋友意外现身毕业典礼现场还当场求婚 让她好感动 就很下可啊 全部的人都在可以做一个见证吗 大学生们创意摆出毕业典礼上求婚 学校师生们成了最佳见证人 专心为你整合报道